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圣经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 我们对神,对福音,对灵界的认识 都是来自圣经的记载 因此,若我们要更正确的认识神 我们就要多认识神的话 另外,我们也要相信 神在圣经里所记载的一切话 尤其神赐给他子民的认识都必定会成就 正如约书亚纪第21章45节所说的 耶和华认识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 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第1弯纪上第8章56节也说到 耶和华是应当称受的 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 赐平安给他的名以色列人 凡解他仆人摩西 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 对信徒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好消息 因为这说明当我们遇到一些困境 或当我们失落无助时 我们能够做出神赐给我们的应许 来重新得力 那么,神赐给他子民的应许有哪些呢? 因为神赐福的应许太多了 我无法一一列出来 因此,我只举例以下三点 首先,神应许与我们同在 生命纪31章第8节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还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诗篇23篇第4节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 第二,神应许说 他必会应运我们的祷告 耶利米书29章12节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 我就应运你们 诗篇145篇 凡求告耶和华的 就是诚心求告他的 耶和华便与他我们相近 当然也少不了 神给予我们有关救赎的应许 我们都会背的 约福音3章16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福至灭亡,反得永生 还有罗马书十章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当然除了这三方面的应许 神也应许 他会供应 他会保护 他会安慰 他会赐恩 他会为我们生孕 等等 我相信各位最喜欢的 就是神会赐福的应许 但是我们别忘了 既然神的话语不会落空 那么神所给予我们的一些警戒的话 也不容忽视 我在这也列出 神在三方面所警戒我们的话 首先 神不愿意我们不冷不热 启示录3章15到16节 我知道你们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第二神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 提托书1章16节 他们说是认识神 心事却和他相悖 本是可憎悟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还有路加福音第6章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水移冲水挤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另外神也提醒我们应当随时进行 等候他的在领 彼得前书1章13节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 耶稣基督现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除了这处经文以外 主耶稣也曾经说过 十个童女的比喻 圣经也记载着其他警戒性的经文 尤其是针对那些 无论是神的人 那些行恶 以及假冒伪善的人 等等的经文 这些经文都在提醒我们 不要把神的恩典 以及赐福当成是理所 当然了 神不仅会记得他所说过的话 他也会在他的时间表里成就一切 只是当我们在面对困境 或得不到答案的时候 仇敌会使我们怀疑神 对信徒而言 我们不仅要关注神赐福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也不能忽略了那些带有警戒性的经文 这样我们才能够越来越认识神 而过一个蒙足喜悦的基督信仰生活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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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